大家好,我是天豪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102年学测的第七题 他这题在问说声音现象是一种大气与海洋的交互作用现象 假设2022年2024、2026、2028 各年的12月,东太平洋的赤道附近跟西太平洋的赤道附近的海平面 气压的异常值如表1 然后他这边就给了我们几个像正2、负2这几个数字 然后他问说呢,夏令哪个年份最有可能发生声音现象 这题大家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们其实这题就在考的是声音现象 你必须要知道声音现象究竟是什么才有办法去答这题 所以那这题我们就直接来讲一下什么是声音现象吧 声音现象呢,我们又称它叫做南方震荡现象 原因呢,来自于声音现象呢 所造成的这些气压的变化还有气候的变化 主要都发生在我们12月份 也就是大概在圣诞节前后 所以我们又称它叫做声音现象 那这个声音现象呢 它会造成我们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 它的气压的变化 所以我们又叫南方震荡 因为一边如果气压变高一边就会气压变低 如果大家想知道为什么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我们现在把这张图我们做成一个剖面图的状况 好,那我首先来大家看看这张图 右边这一块陆地我们看到的是东太平洋的这个部分 大概是在秘鲁左右 那左边这一块就是我们讲到的西太平洋 大概会在印尼这个地方 那这个比较浅蓝色的这个海水 我们说它的海水的温度会比较温暖 那如果比较深蓝色的呢 那当然就是比较冷一点点 好,那我来介绍一下正常年 它应该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在正常年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东南信封将我们表层的暖水 全部往西边带 然后呢也会造成我们底下的冷水 透过永生流的方式 来弥补上面这边被往西边带的暖水 好,这也会造成什么呢 这个永生流上来也代表它把底下的一些所谓的沉积物啊 一些有机物质全部给往上带 这边就会有大量的渔群拿来去觅食 因为这边有很多有机物 那东南信封将我们表层温暖海水 往西太平洋的地方带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呢 它会说我们西太平洋附近的气温较高 热气流上升 早晨低气压、晨晕、下雨 好,那东部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东部我们刚才讲说永生流是不是带来了非常大量的这种冷水 使得我们海平面的海温比较低 这边也会形成我们的高气压 让我们的天气是一个晴天的状况 然后这边呢就会形成一个气流的循环 我们这边补充它叫做称为沃克环流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正常 它在12月份的时候它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气候的情况 好,那在圣阴现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圣阴现象主要来自于东南西银风 它的风量减少 也造成我们的暖水不会被往西边带 那这会造成什么情况 暖水聚集在原本的位置 导致这边的温度会升高 所以就会形成了热气流上升 导致晨晕下雨 好,那这时候东边怎么办 东边这时候不下雨了 所以它会形成晴天 然后这边也不会有我们的永生流 所以说我们的有机子旧物会冲上来这边的雨获呢 就会相对之下会减少了 好,所以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就把它称它叫做圣阴现象 就是原本呢 这边应该要是一个高气压晴天的情况 结果最后变成低气压 而另外一边原本应该要是一个低气压的情况 结果因为没有东南西银的吹拂 所以它变成一个高气压 那也因为我们这个气压 只要一边高一边就会低 另外一边低另外一边就会高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南方震荡 这个震荡指的是气压的震荡 我们来仔细的来去谈论一下气压 原本呢在正常非圣阴年的情况之下 秘鲁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东太平洋部分应该是个高气压 西太平洋这边应该是一个低气压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遇上圣阴现象 我们原本应该要是高气压的地方变成了低气压 我们原本应该要低气压的地方就变成 高气压 然后我们的永生流也没了 雨情也会减少 OK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题好了 好那哪个选项最有可能是发生圣阴现象的年份呢 大家应该有记得哦 我们的东太平洋原本应该是刚旱的 没有下雨的 结果最后变成了低气压 会下雨的天气哦 那如果再来是我们西太平洋的部分 原本应该是晨云下雨的 结果最后变成干旱 从气压变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 东太平洋是负的 而西太平洋则是正的哦 所以我们答案有看到 2028年是负2跟正2 所以这就是我们答案咯 大家选对了吗 好那我们接下来帮大家统整一下 帮用表格化方式 正常年我们会有东南信风 东太平洋会有永生流 带来冷水跟有机值 气压高 而且会干旱 西太平洋呢 海温会升高 因为我们的东南信风带来了我们的暖水 气压会降低 然后会下雨 声音现象呢 就是东南信风会减弱 也因此造成我们原本该有永生流没了 气压下降 开始下雨哦 然后接下来呢 西太平洋会是海温呢 会降低 因为没有东南信风带来的这些暖水 所以气压最后上升 造成干旱 好反声音现象就是正常年的家具哦 如果大家还不懂的话 大家可以再回去看看前面那几个示意图哦 好那最后呢 相关考题重点帮大家带到的是 所谓的行星风系哦 这个大家可能在地理里面有学过 行星风系里面可能会讲到信风带 刚刚的东南信风怎么来的 带大家看一下哦 还有东南信风 或者是一些信风带来的阳流 或者是哎 为什么我们的信风带会有偏向 我们的科势力怎么运作的 好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地形与天气 白天究竟是海风还是陆风 那山风跟古风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那季风又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大家不会的话 就点进去看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感谢观看